轩云木则听到这话 浑身气息顿时沉了下来 三寒的气息从身体里弥漫而出 让这一片树林都笼罩上一股低沉的气压 他上前看了伏在吞云背上那浑身是伤的上官宛容一眼 看到他一身的伤 他眼中划过一抹阴质 连他都伤成这样 那凤九岂不是 冷霜他们在前面 你们过去吧 先将他送过去 你主人那里就交给本君 交代过后 便往里面掠 迅速赶往凤九所在的丹阳宗 而此时 在宗门之内 凤九一人独占数人 哪怕吃了丹药提升了实力 可面对如此强者 仍心有余而力不足 更何况 这些人是打算置他于死地的 朝朝凌厉 步步皆是杀鸡 伤有不慎 并会让自己置身危险之中 圆满还留有几分余地的他 本想着 与这些人无怨无仇 无须下杀手 可眼看 想要活命 就得将他们都杀了 这是你们逼我的 他在避开一道攻击后 身影迅速退后 红衣浮动 墨发飞扬 他手持清风 将自身的灵力气息涌动 催动体内火焰 注入手中的清风之中 只见呼的一声 火光猛然窜起 原本就犯着轻茫的清风剑 此时如同怒龙一般 旋风上 他整个人旋转起来 手中清风伴随着他的旋转 吸出一股 骇人杀机 凌厉的剑钢追气吸出 闪避不及的众名修士 胸前被划出一栋 鲜血渗出的同时 身上衣袍也沾染了火焰 好汤 中火了中火了 我的身体怎么会 一名修士 原本还矗立在半空的身形 冷不防地往下摔 惊得他失声尖叫 快救我 我替那灵力气息消失了 较远处的宗主等人 还正在看着 看他们一个个身上着火 神色带着慌乱 紧接着 就见一名猿鹰修士 瞬间失去平衡 往下坠 宗主眉头紧拧 目光看着那凌空而立 肆意张扬的红衣女子 低沉的声音带着怒意 你用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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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